台獨到底辦不辦得到呢 現在頭號軍師講話了是誰呢 他是台日關係協會的會長邱宜仁 他就表示了 其實你要宣布台灣獨立 他說什麼呢 現在就是不適當 這個時間就是不適當 因為他說你政府必須要考慮到的是 國際的形式 你要考慮到整體 那也考慮到大陸 有可能會有怎麼樣的作為 那在現實的層面上面 如果現在要這麼做呢 也就是說要獨立的話 你不只會引起緊張 那你國內也都會有爭議 所以他說你別說大陸打 你連美國都反對 所以他是說不贊成的 那邱宜仁他就說了 其實你台灣如果要推動 成為法律上獨立的國家 他說這個已經不是單純 台灣人民自己可以決定的事情 因為要考慮到的就是整個的國際情勢 所以他這邊就有在補充說明了 政府要宣布台灣獨立 你必須要考慮到國際形勢 所以不是你台灣人喊了說要獨立 就真的有辦法 但是我們也要來看到啦 那其他綠營的大咖 他們曾經怎麼說過呢 就是關於台獨這件事情 我們先看到是前總統陳水扁 他在2065年3月的時候 他曾經就說過了 在剩下的總統任期當中 要將國號改為台灣共和國 他直接說了他是做不到的 除了因為當時立委的席次沒有過半 所以就算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客觀的環境也是做不到的 另外就是什麼呢 他說你不能夠騙自己也不能夠騙別人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但是陳水扁他還把一個人給拉下去了 這是誰呢 前總統李登輝 他就說李登輝其實他在12年的總統任期 都沒有做到台獨這件事情 那李登輝他卸任總統之後 除了否認自己是台獨教父 他也多次的提到 他說其實他從來沒有主張過台灣獨立 因為台灣已經實質獨立 所以這個是前總統李登輝他的說法 那卸任總統蔡英文呢 我們要來看到他在2021年的1月的時候 他曾經就說過了 兩岸的關係他不會冒進 也會堅守原則 那麼只要北京當局是有心要化解對立 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之下 他是願意共同的促成有意義的對話 不過其實自從蔡英文他連任以來 對大陸的態度真的是越來越強硬了 已經很少再聽到 他在第一任期主張的維持現狀 那在這個時候身為陳水扁 已經蔡英文的頭號智囊 也就是邱毅人 他接連拋出了這樣的說法 說你瘋了才會搞台獨 美國不會支持 是否就代表兩岸的局勢危急 必須要趕快出面來降溫呢 也確實就是耐人尋味 那接下來的國會大現場 剛好也是要來談論這個議題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問生囉 好 主播觀眾 奈奶關心到在國會大現場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國民黨立委 林奕華 委員早 早安 我們要討論你的一個議題 你還記不記得台日協會會長邱毅人 在去年的時候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務實的政治人物是不會去搞台獨的 除非他瘋了 那麼最新的呢 他和前總統陳水扁 在他的廣播節目上又說了 他就說其實台獨這件事情 是美國也反對 日本也反對的 那怎麼看現在好像 民進黨的台獨神主牌被他推倒了 我覺得難得 這真的叫做說實話 就是事實上台獨這件事情 真的如果對台灣情勢夠了解 或對國際情勢夠了解的話 就知道民進黨每次都只把台獨 拿來當作催選票的一個工具 他並不是真的想要去完成 好 所以你可以看看從過去 其實在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他就說過台獨是不可能的 可是呢 反而到了現在 你會發現蔡英文 他沒有說過這句話 但是喔 我們要看目前 民進黨在台灣是完全執政 不管你從總統到立法院 他幾乎是三分之二的人數 結果呢 請問他敢不敢推台獨 我們就看到啊 在立法院因為這一屆裡面 所有跟台獨相關的議題 因為我們就故意 國民黨團不當煞車皮嘛 所以呢 他們有些法律的提案 要把國家統一前這幾個字拿掉 結果是偷偷的撤案 提了案 就做做新聞 新聞出來了 然後呢 偷偷撤案 這就是在立法院我們看到民進黨的真面目 再加上呢 現在不是要推修憲嗎 修憲裡面 民進黨又非常的說 啊 這個我們這一次呢 因為修憲 機會很寶貴 所以呢 我們只針對極少數 可能會成功的 就開始又說 台獨呢 這件事情在立法院裡面 沒有高度共識 所以他們絕對就沒有辦法來促成 所以呢 又把責任 明明是不敢推台獨 又把甩鍋給我們在立法院裡面的 所謂少數黨或我們的在野黨 這真的就是看破他們的手腳 這件事情我們也看出一個地方的矛盾 就像是在這一次疫苗的事情啊 像是美國捐了250萬劑的莫德納嘛 然後日本是捐了破百萬劑的AZ 那時候七月之後呢 可能還會有百萬來到台灣 但這件事情 好 他們一方面是捐疫苗 可是一方面呢 又不認同民進黨的主張 就是不讓他們態度也不贊成 那委員你怎麼看這樣子 是不是其實有點矛盾 在這個國際情勢上 其實不管美國或是日本 他們都在謀求自己國家的最大利益 就對美國來說 當然我必須說在現在 美中的這樣一個世界的佈局裡面 剛好台灣是一個雙邊都想要去 我覺得我們就是棋子嘛 包括美國把我們當作一個就跟抗中中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位置或棋子 但是呢以美國的角度 他並不是真正的想要去造成所謂兩岸之間真正的開戰 因為開戰對誰都沒有好處 所以我覺得他只是要利用這種微妙的政治關係 但不是真正的要讓台灣宣布台灣獨立 因為台灣一旦宣布台灣獨立 兩岸的戰爭是 就是完全是無可避免 所以我覺得美國其實在這立場上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們要看清這個國際上的事實 就是當跟台灣好 我覺得當然我們今天對各國我們也要保持最好的關係 但是也要看清楚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他們並不是真正支持民進黨的理念 或支持民進黨口中說的所謂的台獨 我覺得這個部分大家必須要很確定也看清楚 那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其實在講台獨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當口號嘛 說說而已 而且我覺得民進黨說說而已 不只是只是因為國際情勢 每日不支持 我覺得連他們自己 我們內部私下都知道是不可行的 可是卻又非常的利用人民 這樣的一個所謂口號 然後呢就是來當作一個選舉動員的工具而已 那其實曾經聽說就是民進黨他們 不只是他們覺得對外意見有點分析 他們對內其實是在討論的過程中 他們也有一半的人 甚至是一部分的人都不贊成提台獨這個休閒的 那委員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 就是有這樣的消息 或者是有接收到這樣的訊息 事實上我們也都這個都知道 台灣在這個政治環境裡面也很久了 民進黨裡面 事實上對於是不是台灣 真的可以推動台灣獨立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部分都非常清楚 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邱宇仁是說了實話 這是做不到的 可是讓我們覺得比較讓外界就覺得難道政治人物 真的是要像他們這樣沒有誠信嗎 明明做不到呢 然後你就一直喊說哎呀我們就是要台灣獨立 甚至把它一直在推動 還甚至融入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面 一方便這樣做可是一方面又明明知道這件事情在國際情勢上是沒有辦法達到來完成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是身為一個很不負責任的政黨 就是你把人民推到那樣子一個危險的邊緣 而不是很負責的去告訴大家 其實這件事情不管在國際上或兩岸情勢上 為什麼要保持和平其實是為了保護每個安全 可不是喔 他就一直喊一直喊然後想辦法人民推到危險的邊緣 然後明明他知道這件事情對台灣是有傷害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大家還是要回頭來看 昨天講的我覺得是實話 再來認清楚國際情勢 當是做不到狀之下 我們要很務實的來看待台灣的情況 那怎麼樣子跟各國保持好關係 包括我們也希望跟對岸兩岸的和平 這才是對台灣一個最大的利益 OK好 那謝謝委員今天到國會跟我們對談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做一個結論 其實大家會不會針對就是台日協會會長邱毅仁 好奇說他到底是誰 可能有些人有點忘記了 不過他說他出來的話到底有沒有意義呢 其實是有的 因為他在過去曾經是陳水扁時代的國安會重要要知 那他也號稱是民進黨的頭號軍師 那既然他說出了這樣的話 就表示其實在每一次的選舉裡面 民進黨不斷的提台獨 到底是有沒有騙選票的意味呢 我相信人民自有公斷 那麼以上是在國會最新將鏡頭交還給同類主播